Hello 大家好,我們又來到我們 AM Broadcaster 今天我們請到我們的老朋友 Ben 他是我們 AM 的老朋友 為什麼?他從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跟我們合作 拍很多影片 然後他就是到今天還有跟我們一起玩 大家可以去我們的 Channel 那邊 看我們跟 Ben 的合作影片 那現在我們為什麼要講普通話呢? 我們介紹一下 Ben 的背景吧 對 Ben 要講一下你的背景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講普通話? 因為我小時候在珠海讀過書的 所以我的普通話就 可能比我廣東話好一點點吧 大家沒有想過吧 突然為什麼? 這是一個外國人的樣子 然後講普通話 然後不講廣東話 應該很奇怪吧 不像中國人 對 沒有我習慣啦 沒有啦 但是想問一下就是 你長大的時候 就是你成長過程之中 有什麼就是你開始玩音樂是幾歲大概幾歲 我開始玩音樂應該 大概 十歲吧 因為十歲是我爸爸 那個年齡是我爸爸送我一個吉他的 送你吉他 對 是我十歲的生日 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 我可能才是十歲開始吧 或者是你爸爸他有自己玩音樂 然後我家裡有很多樂器這樣子嗎 對 我爸爸是一個音樂家 他是一個音樂家 對 會錄歌寫歌 什麼的 所以我從他是學到了很多 音樂的 inspiration 然後你家裡就是剛剛有跟你聊天 有說到你家裡就是有兄弟姐妹 然後大家會也會學樂器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爸爸叫他們的嗎 對對 我我兄弟姐妹也會 全部都會 一兩個樂器吧 就是可能有些是彈吉他的 有些是會 一個是會彈那個 violin 唱歌的 所以我們家都是 對很喜歡玩 所以你們就是 在家裡平常日常那種 鹹魚空那時候就是 大家會站在Benjam嗎 對 這樣子嗎 真的會 會選一首歌 然後我們今天就玩那首會這樣子嗎 不是就是可能吃完吃完飯就 都 Vjam 家裡Vjam 對 這很可怕耶 Vjam 那個年紀 只是一個 那時候開始Vjam 還是小時候還是已經長大了 從從小都都開始玩 玩音樂啊 跳舞的 跳舞 就是我姐姐吧 不是我 我不會跳舞 不會我跳 但是 對啊 就是玩玩音樂 玩了很多在家 對 玩得很開心 一個也是彈 彈琴一個是彈吉他 一個是唱歌 然後一起就玩 真的好 現在就沒有那麼多 大家都 在忙了 在忙著 自己工作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就是你剛剛有說你爸爸是那個音樂家 所以他影響你的東西很多 所以你現在的自己的音樂風格也是受他影響嗎 現在的風格我覺得跟他喜歡的音樂不太一樣吧 嗯 但是 之前可能就被他 就是開始這個影響是他從他來的 他有聽你作品嗎 對 他有聽過 有些不喜歡 有些喜歡吧 哈哈哈哈 之前受過一些 就是 什麼 怎麼說 給他聽的時候會緊張嗎 對 你會緊張嗎 之前不會給他聽的大部分 不敢還是 因為 對 那些歌是比較個人 然後 在家住的話 就可能比較尷尬 尷尬 對 這個女生是誰啊 什麼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太 有點尷尬 突然 這是誰 這是誰啊 講什麼的那個歌 是講我嗎 哈哈 他有這樣子講過嗎 他講過我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開玩笑 哈哈 好吧 好那 你就是 剛剛有說是你現在音樂風格 就是沒有 就是不太是受爸爸的影響 可是你 你覺得自己的音樂風格 最主要是受什麼影響的 主要我 我的影響是 二零 零 就是 Early 2000s 那些 比較流行的 的 Bands 還有 歌 有沒有你拿幾個最喜歡的 我記得 年輕 就是年輕的時候 這影響最大的 影響最大的 小時候就是 聽很多 Matchbox 20 Second Hand Serenade 嗯 嗯 嗯 Some Pop Punk Some Different Styles like that 就很多很多 對 比較流行那種 POP啊什麼 Rock啊 Indie Indie Rock 嗯 At the time 那時候就 是最最流行的那個音樂 對不對 所以就 被那個影響很多 然後 然後 對 就你小時候就開始聽一些不同的音樂 那跟朋友之間會有什麼影響嗎 就是可能他跟他們聊音樂時候會聊不起來嗎 但是沒辦法聊到同一個話題這樣子嗎 對 那時候我 我會的 就是我認識的一些朋友他們不會聽 不會聽很多 然後 我喜歡那種 Indie Rock 那種 POP 那些Bands 他們比較喜歡 特別是中國的話 那時候比較喜歡 West Life 嗯 就是很 就是很出名的那種 外國的 那種大團 對那種大團 那你有 就是你爸爸有作品嗎 你有 就是有跟同學講過 我爸爸是一個音樂家 然後 你有沒有聽我爸的作品這樣子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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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應該 我應該是這樣 幫我爸爸宣傳一下 對 應該這樣子 對 好那我們今天都了解一下 Band的一些背景 我們下一集 下一集 下一集 再講一下 Band的他的作品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